抽到什麼圖樣就必須要在時間內堆疊完成相同的積目 歌手張祈慧與小小攤主一起完成闖關玩樂 還有許多花蓮小吃Q版柴犬周邊 這些好玩好吃的攤位都會在4月20號台北花博親子園遊會展售 創世基金會為了籌建清漢植物人安養院 招來愛心大使張祈慧一同舉辦園遊會 邀請大家邊玩邊做公益 因為其實我現在是媽媽的角色 那我覺得其實媽媽我在帶領我女兒的時候 我都希望可以把正能量跟這個能量慢慢散發出來 那我覺得特別這次因為通過園遊會 然後我們可以跟大朋友帶著小朋友一起來玩遊戲做公益 那特別的是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植物人的家庭能夠更好 然後這樣子是很有益的 在4月20號的這個親子愛心的園遊會我們現場有40攤 有各式各樣很多愛心的團體大家一起來響應 有美食攤還有一些生活用品還有小朋友很喜歡的親子的闖關攤 那現場其實只要參與的民眾您參與預定我們這個園遊券 其實都還可以現場參加我們的摩采 那我們這次有很多愛心的團體幫我們準備了一些高級的家電還有金氏 這是現場的摩采毫禮真的是很豐富 所以民眾只要在4月14號之前都可以來跟我們預訂這個愛心的園遊券 現在預訂園遊券還有滿額毫禮 同時也可以抽金美家電金氏品 而這些園遊券費用將會拿來作為 就是住在醫院 所以我這樣子抓我覺得應該要5萬3萬跑掉 你真的好厲害 真的照顧一個職務人他光要的相關的耗材 對 還有他的營養補肌品 還有奶粉尿布這些零硬貨價這樣 一個月平均真的要4到6萬 所以我真的有事沒有在亂說 真的是有了解 所以我們的照顧經驗告訴我們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壓力跟照顧壓力 常常家裡有一個植物人都會拖垮一個家庭 對 所以我們的創辦人99歲創辦人常常講那一句話 救一個植物人等於救一個家庭 真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就是創世啊可以在這一塊 然後慢慢的在全部的台灣慢慢的生根 然後也可以讓這些有需要的植物人的家庭 受到更好的醫療的照顧 對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翻轉這些家庭的人生 沒錯 對 讓他們重回生活的正規 可是齊惠真的很了解我們 他剛好說 我們真的在全台目前有17所除了安養院 可是在花蓮這個地方 光花蓮它就有1061位的植物人跟重度失能者 對 可是我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地方 好不容易去年找到了 恭喜 對 所以今年我們全台灣 全台灣我們目前17所安養院的 就每一個安養院還有我們總部 都在今年2月開始發動各式各樣的活動 要一起來募集這個經費 不管是地震或這一次我們要開第18間 在花蓮的安養院 然後幫助這些植物人 那其實我覺得我從以前 可能是因為我媽媽的關係吧 然後我就會知道說應該要去多幫助人家 那包括就是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我跟花蓮也還蠻特別的原因 是因為我也曾經是地震的受宅戶 那包括地震 然後包括因為我剛有提到 就是在我媽媽的後期生病的時候 就是我有在醫院就是照顧她了三年 所以我還蠻能夠完全感同身受 就是可能有需要的這些家庭 所以這一次真的真的很開心 然後能夠再次 然後跟創世受他們的邀請 然後來幫助用小小的力量 然後幫助更多人 因為我們預計這樣子的整個 建議院的一個經費需要將近到五億 其實是一筆蠻龐大的經費 所以為什麼會有4月20號 這樣一個公益的愛心的原油 也是希望透過這樣一個親子的原油會 號召大朋友帶著小朋友 大家一起到現場來 雖然是一個歡樂的吃吃喝喝 一個美食的原油會 可是在現場我們也特別設計了 一些親子可以互動的一些闖關遊戲 那希望透過大小朋友 一起來參與的這個過程 整個經費 整個收入 都可以作為我們花蓮建議的整個經費 花蓮地區目前有1061位植物人 及重度失能者 為了書解這些家庭的困境 創市在花蓮預計建造安養院 邀請那眾任助竹夢瓦 為弱勢朋友盡一份心力 記者問君台北不到 創市政筹建第18家親 是現在的過程 一張開花蓮